且说张秋谷见云兰不肯拿他的钱 只说他还是有意吃醋 便道 这一笔钱 我本来早就想要给你的 前几天不知怎样的 心上尽忘了这件事 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给你 你不要 难道是嫌少吗 做客人的和官人有了相好 这一下子竹杠迟早都是逃不掉的 你又何必和我客气 云兰听了 皱着眉头 把金莲一顿道 耐格闲话 道差一乐海吗 阿是你来敲载耐格竹杠栽 耐自家想想 你阿曾敲过些耐一块两块羊电格竹杠 老是说 顾些你俯杀用场 耐波尼自然误要 等到尼真正要用起来 尼自家会得问耐讨格 耐拿尼当载别人一样 只认得同殿误认得人 格莫耐看或载边栽 秋谷听了 看着他的样耳约莫柱也不是什么假话 不好再去勉强他 便只得收了回来 这一夜秋谷睡在云蓝房内 没有回去 到了一点多钟的时候 秋谷走到月方房间里头 只见月方穿着一件胡色汉衫 卸了头上的拆环 乌云乱碗 坐在灯下一手托住香塞 一手拿着一个茉莉花球在那里翻来覆去的 看见了秋谷进来 动也不动 只说 辛辛苦苦 再要跑到尼达来做啥呀 秋谷走到月方面前 滴滴的笑道 对不起 累你等了半夜 如今特来陪你 月方道 乃自家身体要紧 亚食物要过来栽呀 泥食物搭别人家吃醋阁 横述 耐二少自家新浪蛮明白来浪 只要耐照应照应你好栽 吃载阁碗把示范真正作孽 再去搭别人家吃啥阁醋呀 秋谷听了月方的一番说话 觉得他另有一种口角 说得匪测可怜 不由的心上也有些替他欺碗 便也拿出一张五十块钱的 钞票来送给他 月方骂李肯受 推了半天 月方始终不肯 秋谷肯肯切切的和他说道 在你心上的意思 不肯无缘无故要我花钱 我心上也很明白 但是你欠了一身亏空 可想而知不是有钱的人 手里头也很是拮据 我和你就是没有相好 平常的时候总算甚是投机 就送你几十块钱帮帮你的忙 也不算什么事情 何况我虽然不是什么巨富 这几个钱也还不在心上 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气 那就是巧我不起了 月方听了 推却不得 只得谢了一生收 了下来 却又凭空的一阵心酸 泪珠欲落 连忙别转了头 把手筋湿了泪痕 转身对张秋谷道 你十四岁落宰堂子 做生意做到宰固些 客人碰住宰挤挤画画 物是靠物住隔滑头末 就是夺头夺脑隔曲辫子 直到宰固些 刚刚碰住宰隔耐末 样式才对景 说隔闲话 塞过就是泥肚皮里像挖出来隔 碰住宰那时耿隔人 你以腹拨隔耗福气 说到这里 眼圈而不觉又红起来 秋谷又玩玩转转的安慰了他一番 自此以后 张秋谷道宝华般去住夜 总是 这般的左右逢圆 前微后庸 至于这个里头怎样的一件双雕 怎样的双管齐下 那却要去问云兰和岳方的房间里人方才知道 在下作书的没有和他们打过帮子 却就不得而知的了 闲话休提 只说这位金观察 本来原是个举人出身 笔底下狠来的 而且动名实物 博览群书 这个时候正是皇上加开经济特科的时候 吏部尚书王凤山王总载 素来及佩服金观察的学问 就专折奏保了金观察的经济特科 到了六月中旬 已经到了考试的时候 金观察便秉 请方治军 派了金海官到李博西里观察 来监理洋务局总办的事情 金观察匆匆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 便带了两个拆官 两个家人 客日进京 临走的时候 和张秋谷商量 想要请秋谷同他进京 两个人住在一起 觉得大家谈谈有心些二 恰恰张秋谷也为住金观察进京去了 那几位会办大人和帮办大人 大家都和他不合 本来张秋谷的当这个洋务局总文案 原是看着金观察的交情 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样 如今见金观察去了 那里肯留在洋务局里头当这 个没意思的差使 早就和金观察说过要想辞插 所以金观察趁住这个当儿 请他一同进京 张秋谷一口答应 金观察大喜 却不肯叫他辞插 只叫他告了一个月的假 找了一个人和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 便同住秋谷上了火车 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 不到半天已经到了 金观察本来是长州府洋湖县人 就同住秋谷住在清场舞阳会馆里头 金观察自去料理硬烤的事情 秋谷没有什么事 便出去拜了几天课 就有那般同乡的亲戚朋友 大家都来拜望 也有请他吃饭的 也有请他听戏的 秋谷到忙了好几天 这一天秋谷在会馆里头刚刚起来 见当差的传进一个名片来 说姚大人来拜望 秋谷接过名片来看时 只见名片上写著姚肖的两个大字 秋谷便叫快请进来 原来这个姓姚的名肖 浩子乡 也是个直立后补道 现当金金铁路的督办 和秋谷既是同乡 又是亲戚 向来很要好的 性情豪荡 学问精纯 以前在常熟的时候 和秋谷也是朝夕过从 契合非常 如今听的秋谷来了 昨日又去 拜了他一趟 这位姚观察便连忙起个大早 到舞阳会馆来看秋谷 秋谷见了名片 连忙叫请 当差的出去不多时 早见一个三十多岁年纪的人 大踏步在外面走进来 气概轩昂 英姿飒爽 目光如电 滑彩凌云 见了秋谷还在那里洗脸 便笑道 我只怕来得迟了 你要出去 怎么这个时候你才在这里洗脸 秋谷道 这个时候不过八点多钟 若是我们在上海的时节 这个时候正在大怀国里看朝亲呢 姚观察坐下来谈了一回 便对秋谷道 我 们几年不见 今天要好好的和你唱续一天 这个时候 你就同着我一同回到公馆去 就在我公馆里头吃过了饭 请你到中和园去听小教天的戏 听过了戏 就请你到生平班小兰那里去吃饭 我们唱唱快快的续一天 你看怎么样 秋谷听了大喜 连忙对着摇观察打了一拱道 你请我别处吃饭 我不谢你 你请我吃相公饭 我却感激得很 我自从那一年出京之后 想着相公饭的滋味 别处地方 凭你怎么样总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 正在这里求之不得 你忽然要请我吃起相公饭来 真叫做天从人怨了 摇观察见秋谷向他打拱 便哈哈的笑道 你这一个拱 好像是下了订钱的一般 我就要到颁奖也不中用了 正在说笑 金观察也从自己房内走了进来 摇观察便请他同去 金观察想着这几天刚刚没有什么事情 便也答应 摇观察便立起来对着秋谷同金观察道 你们既然没有什么事情 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趣味 还是早些到我那里去谈谈吧 金观察道 你们两位请先去 我还要去拜一个 客 一会儿就到泥府上来 摇观察听了点一点头 便同住张秋谷一同坐了罗车 直到神将胡同摇观察公馆里来 进了大门 摇观察让住秋谷到一间小小的书室里头坐下 秋谷举目看时 只见这间书室收拾的十分精致 一连花影 四壁图书 按头摆着的 都是些下顶商仪 搬烂绝俗 架上放住的 都是些金铅玉管 名贵非常 两面都挂住搬竹帘二 不透一些日色 地上也铺着枝花地席 莲外更摆着几盆珠兰茉莉 微凤一动 便有一阵阵的花香丛联系 中间直透出来 秋谷到了这个地方 一煞时觉得头目爽然 沉金尽扫 好似浮了一幅清凉伞的一般 便对摇观察道 到了你这个地方 只可扑去俗尘三斗 不亦京城里头这样人海繁霄之地 居然也有这等地方 坐了一回 经观察也来了 走进书房四面看了一看 则喷探赏道 好地方 好地方 看了这样的书是 就可见主人胸襟之雅 摇观察听了 不免也随口谦让几句 不多一时 又来几个客人 一个就是刑部郎中金星经 是经观察的祖旨 本来和秋谷及知己的 一个是浙江道御史郑兰任 一个是军机 张金汉林苑编修陆云峰 大家赛宣了一回 摇观察便拱请众人入席 郑士玉便要摇观察去叫小兰 摇观察便问众人怎样 陆太师也点头说好 只有张秋谷没有相识的人 摇观察便见了一个小兰的师弟小菊给他 一会儿 小兰同住小菊一起到来 秋谷举目看时 只见他们两个人一色的都穿着缠印纱衫 手中拿着凋零扇 脚下踏着保底靴 小兰是长长的一个鹅蛋脸儿 长眉俊木 白面珠唇 很有些顾影翩翩的姿态 小菊却是一个圆圆的脸儿 骨骼娇柔 风情流动 很有些天然憨昧的样儿 小菊一走进来 便问摇观察那一位是张老爷 摇观察和他说了 小菊看了秋谷一眼 走过来就对秋谷请了一个安 秋谷一把拉住 细细的看了一看 小菊笑了一笑 回过身来招呼了席上众人 方才坐下 接着 众人叫的也都来了 秋谷一个一个的打量一番 绝合虽然也有好的在里头 却都不及小兰的身段玲珑 风神阿娜 就是小菊 也比小兰差些 秋谷看着 都放在心上 也不言语 大家吃了几杯酒 家人们送上菜来 是摇观察自己公馆里头的厨子做的 做得甚是精美 席间大家谈起北京人的闹相共来 秋谷便问摇观察道 我听人说 以前的时候那般京城里头的大佬 每逢宴会一定要叫几个相共陪酒 方才高兴 那般摇子里头的妓女却从没有人去叫她陪酒的 偶尔有个人叫了妓女陪酒 大家就都要笑她是个下流社会里头的人 自从庚子那一年联军进京以后 京城里头却改了一个样儿 叫相 公的很少 叫妓女的却渐渐的多起来 究竟是怎么一个道理 我记得前几年在京城里头的时候 闹相共的人还很多 为什么如今丢掉了汉路 忽然又去走起水路来呢 摇观察听了 叠住指头说出一席话来 正是 繁华如佐 春城裸起之天 风月无边 灌溉京华之路 不知摇观察说的什么 请待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 回分解 不同 大